欢迎订阅 有一儿子 有一姑娘 儿子呢 叫牛忠 忠心耿耿的忠 按说这个家庭 收入也不错 一儿一女 这小日子挺滋润的 这牛成章啊 33岁上这年 死了 得暴病身亡 留下这儿子呢 牛忠呢 十二 这姑娘呢 八九岁而已 她死了 剩下了 郑氏带着这一儿一女 她有点家底儿 这个郑氏呢 要说是针对着起牛成章 原文上给了她八个字 叫做货产入囊 改叫而去 对得起牛成章啊 货产入囊 把牛成章所有的房产地业 外部的这货底子 全卖了 这叫货产 当外一空 入囊呢 都搁她兜里了 改叫而去 改叫 砍单 改对倒了 得说麻将 不那么讲 就是改嫁了 这字念叫 这一儿一女士的亲生自养 是 不要了 像你改嫁不要紧呢 你别把东西都卖了 这孩子 他怎么生活呀 您说 爹死娘嫁人了 怎么办呢 幸好 有族人 牛市族里的人呢 还真有不少 一看这俩孩子太可怜了 周记周记 但不是亲生自养 谁当疼的 谁当热的 无非混个温饱 连房都卖了 没地方睡 睡庙里 也没人啊 给小哥俩导着 多少天不喜 哎 这个牛成章啊 有个嫂子 六十了 天天看这俩孩子 要着吃 老太太 烟心呢 把俩孩子领家来了 千不愿 万不愿 就愿你狠心的娘啊 你们俩不是抱的呀 是亲生自养啊 他生下来的 怎么这么狠心呢 改嫁 不拦着 要么带着孩子走 要么把牛成章当初的积蓄 给孩子留下 房子都卖了 怎么那么缺德呀 我是书别大妈 我也一人 我要养活你们俩呀 够呛 但我能够做到一点 有我吃的 就有你们俩吃的 没有我吃的 我也让你们俩尽量能吃上 倘若要是真话不来 要不出来了 我一顾老婆的 我也没辙呀 你们哥俩呀 就听天由命吧 左边大的牛钟 右边拉着这小的姑娘 哥俩天天跟这书别大妈 牛市这丛嫂 出去要去 这俩孩子就这么长大 两个孩子也长大了 这老太太也累死了 多不容易啊 要的养活这俩孩子 老太太一死 哥俩还是没念 进学房读书念学 根本甭想 看着那妹妹 长大了 哎 好事来了 当初牛城刚活的时候 给这姑娘说了一门亲 现在过了六年 这姑娘长到十五了 该嫁人了 问问人这家啊 还要不要 这家姓毛 领着妹妹 可就上毛去来 毛就一问 这是什么人呢 哦 当初定的娃娃亲 没过门的儿媳妇 人哥哥 送妹妹来 一听哥俩这个 静况 毛氏原来 也很难受 没得到信 这没过门的亲家 不通丧调 你爸爸死了 我也不知道 你妈改样 我也没听说 赶紧毛就有钱 得了 当初你爸爸在的时候 咱们定的这门亲事 还算数 哎哟 牛钟一听 这就算行了 怎么 人家还愿这门亲 我妹妹过了门 甭说还是大奶奶 人家家的 真正的儿媳妇 享福 就是当一番的使唤丫头 给人当妾做小 比跟着我要饭 想啊 十五岁大姑娘 抛头露面 满街要 就不好瞧啊 妹妹有了犯折了 我就好办了 我失发了 我没什么文化 我不认字 没什么能力 我有宝的力气啊 我干点什么 我不养活自己啊 跪着就给人家 毛太公磕头 庆爹 我跟您说 您这就算旧了 我说 哎 实在亲戚 提不到这 来吧 恐怕我跟你要装帘 要嫁装 你们娘家 恐怕是没有吧 甭恐怕 跟您说句文言 地喜就没有 我们哥俩能活着 这就不容易 走 我是娶儿媳妇 你们牛家聘姑娘 啊 咱们 也不大办 简单的 也得操吃操吃 紧着园家 毛家这边 办了这么一回喜事 这哥俩吃百家饭 长起来的 从小牛市宗族吃遍了 央内的毛园外 也摆了这么两桌 把当初的这些恩人都请来 吃这么一顿 大家伙一看 真不含糊 可算这哥俩有点着落了 过了门 你别看 人毛家这位公子 对牛家小姐还真不错 我说 上来呢 我这舅爷 他已和谋生 要不说没面呢 这不现在我嫁的咱家 咱家有点富裕 我打算跟你商量 但是我张不开嘴呀 你说怎么着 咱家要有富裕权 你给他点 让他干点忙 他会干点什么呀 他什么也不会 十二岁上 我爸爸死了 我妈改嫁 他就拉着我满街要饭 十二岁之前 我爸爸卖布 他倒是跟着跑啊 可是太小 也没让他学徒啊 他不会啊 我爸爸卖布的时候 有腰魂 那黑的怎么着啊 白的怎么着啊 有一大套词 哦 那就是了 嗯 这样 我给他几十两银子 让他还卖布去的 做个小妈妈 那我卖 两口子 卖我什么 你去把他找来吧 少奶奶 把牛钟找来了 有道是上山擒虎翼 出口告人难 手心冲上 手背朝下跟人家叫 这个滋味可难受 您别瞅牛钟 打小拉的妹妹 吃百家饭 沿街乞讨 没脸红过 今儿跟着自己的 媚障 一伸手 跟大姑娘是连话都 说不出来 感觉妹夫倒是挺亮色 教授 您别这样 咱们家不至于 一个小包 这儿有几十两银子 您带着 您会什么 您要干点什么 对不对 这儿做个小本 您呢 卖布也行 干别的也行 千万别不好意思 好不好 哎 敢这儿拿这几十两银子 当本 牛钟 出来 找当初爸爸的合伙人 找爸爸的朋友 真有几位不错的 得了孩子 你拿这做本 我们带着你入行 咱们还卖布得了 带着这几十两银子 这得找热闹地方做买卖呀 离开了江西某县某地 跟着别人 从人就跟着别人 试金陵上金陵就是南京 上那儿去了 走到半道上 太走运了 让贼抢了 是乌漏偏逢连衣雨 船漏又见尾干舌 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放屁能砸小后干 一步不顺 步步不顺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呢 上来怎么一伙的 强人呢 横眉立幕 拉着刀 挨个搜 搜到牛中这儿 把银子包搜去了 抡原来趴给大嘴 顺船上给踹下来了 牛中还会点水 扶持扶持扶持到岸边呢 爬上来跟烙汤鸡一样 这惨劲就甭提了 这什么命啊这是 抬头看看天哪 想情不日 红日喷勃 晴空万里 好天啊 怎么不睁眼呢 钻找好人欺负 我打小容易吗 爹子娘家人拉扯 妹妹要饭 好不容易救 人妹夫给救一点本 让他们狠心贼给抢了去 你说这管船的也是 怎么不顾个保镖的呢 保镖多好啊 自哀自愿命不强 越想越难受 你看眼头了 不让曹天就是大江 真有心一猛的下去死了 又一琢磨 我不死 我好好活着 我非得混出人样的 再说了 我倘若侥幸能得活命回江西 我不还有妹妹呢吗 妹夫家不还有钱吗 我得拆盘拆盘 我干嘛死 现在想着这儿啊 这叫自己给自己解心关 又好受点 但眼睁眼前这顿 您没落 银子帮然抢走 吃饭的钱都没有啊 这衣裳也都湿了 就这大罐吧 干脆 这衣裳我脱下来 找甘松地方我亮亮 鼓得一朝干 我卷不卷吧 许还能当点钱 天不是汗凉 鸡肠碌碌 我得先吃点门 说的话 我这衣裳 可就脱下来 找甘地方 晒了晒了晒了晒 弄一朝干 叠起来 往嘎吱窝底下一加 当东西卖东西 没有过 为什么 都让他妈当没了 谁说说好东西给他们 有舍饼子的 有舍粥子 没有说舍一轻花瓷的 孩子把这拿着去 到当铺当了去 没有啊 不知道这当铺 进行来怎么说呀 竟听人说当东西 夹着自己这大罐 到当铺门口 不敢进去 往里探头 照亮照亮 看是什么意思 一看那当铺 挺高的兰桂 兰桂后头 有大板蹭 他看不见 板蹭上站着人 一个个穿得都挺好 模是模样是样 底下有伙计 一出一进 这人还真不少 里边那唱当 打算他 写的当跳 呼 摇摇摸摸摸的 真热闹 这就是当铺 你说人当的 大批袄 你说那位当那 一大花罐子 你说我这 一破的罐 这当多少钱喝 许说俩烧铺钱 都当不出来 脸毛还嫌寒陈 一会儿等人家 都走轻轻了 我再进去 他这正丑着呢 一看呢 出来进去 这么些人 有一闲人 这位啊 坐在大椅子上 骑着茶 抽着烟袋 这扒着嘴抽烟 喝着水 瞅着这一来一往 买的挺好 仿佛的是这当处的 冬节一样 土挺大 牛中一看 这不是我爸爸吗 这人怎么长得 跟我爸爸 牛成章一样了 你瞅这意思 这胖瘦 这脸型 这眉 这眼 这鼻子 这嘴 哎呦 我够倒霉的了 我别满接认爸爸了 我这一认叫爸爸 物理人全搭呀 我呀 我忍会儿吧 里边人呐 一会儿的工方 不能老那么乱 走几位 他进来 低着头 眼角瞅着 长得像他爸爸这个 怎么长得这么像 哎呀 要不是我爸爸死六年了 说什么 我也得认得当爸爸 这长得一模一样 荡荡 赞兰贵的 把这地儿 硬低了起来 一看 就一破的罐 还朝杠 这荡多少钱呢 您看着荡 我没荡过 好啊 看你怪惨的 穷成这儿都当大褂 给你写 二十钱呢 二十钱 二十个铜墙 太少了 一个铜墙 买一烧饼 二十个铜墙 能买二十个烧饼 我也就够吃这么 几天的 您再给写点 我实在没辙 你打算当多少 我得够这个 从这儿回江西的 这个路 路上吃烧饼 大概其就行 话也说不清楚 得了 多给你写点 不对吧 给你写三十个钱 当就当 不当拿走 当 当三十钱 拿着当就出来 回头啊 还瞅这人 这人坐这儿 发着烟 喝水 长得跟他爸爸 一模一样 这事怪了 买烧饼去 到烧饼铺 掌柜的 烧饼怎么卖 有芝麻的 一盒一个 没芝麻的 一盒俩 要没芝麻的 给您一钱来俩烧饼 行啊 有凉水吗 干嘛呀 跟您行口凉水 往下送这烧饼 送烧饼 别就凉水呀 就肉啊 炖牛肉 烤羊肉 包羊肉 酱羊肉 五香羊肉 是啊 我也知道哪好吃 没钱 得了 穷人是多的 这俩白烧饼 就是火烧啊 撕这烧饼吃 掌柜的 鞋对面那档铺 那东西你认得 认得呀 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姓牛吧 好像叫 牛成章 啊 烧饼 那东西叫什么 牛成章啊 牛成章 行了 我不要凉水了 我烧羊肉 我酱羊肉了 这回这烧饼 我有救的了 喝 这俩烧饼不吃了 当板打了 我这小伙子 你有病吧 他叫牛成章 爱你什么 他是我爸 你哪的人 我江西人 某县某地 哎 你的秘书有门 我保护 听完人说 他这是江西人 你认去呀 我认去 我怎么认他万一要不是呢 挨俩嘴巴我出来了 不成 我得防防他 哦 防爸爸 怎么防呢 我得看看 是不是我爸爸 这孩子还真下心 每天弄几个白烧饼 天天 在这档户门口瞅 这一瞅可干了 怎么 这位不光长得像同名同姓 生活细节 小弟们的毛病 尤其这咳嗽 啊 什么他看 这些小细节 跟他爸爸一样 就这样 牛中也不敢认 怎么办呢 偷偷摸摸的 找这个 档户里的小伙计 我跟您说句话 借不讲话 干嘛 别拉拉 扯扯的 怎么着 我是江西人 我叫牛中 干嘛 前两天跟着 档一件大罐 档了三十钱 换白烧饼吃 什么意思 让我顺利 给你偷出来 再档一回 我没有 你干过这事怎么着 你们东家 咱那模样 那模样 姓牛江西人 他叫什么 怎么东家 打算这个吗 叫什么 叫牛成长 怎么着吧 不是怎么着 那个 我也是江西人 看在同像的份上 我打算上你们这 我自己推荐 我自己当个小伙计 这我可做不了主 反正你跟我们东家 是老乡 这事反正许能成 因为我们这缺人 我找先生 说说行不行 那太好了 我遇见贵人 打小要饭会说话 这火箭真不错 一会把先生领出来了 先生你干多大了 是吧 哪个人 江西 某县某地 跟你东家还是同乡 要不我也不敢自己推荐 看这同乡那 能不能用我 用你可是用你 这当铺 跟别的买卖可不一样 头一二说 机灵本 透灵件 眼睛里得又活 那我行 您看我这意思 我不傻不捏 手捏可不差 咱们每天 进多少钱 出多少钱 这东西要是有 十心才黑 手捏的毛病 可一天都干不住 真要说进了当铺 立了字句 到时候让我们发现咯 可不是打你一顿 把你轰走就完了 那还怎么着呀 可剁你的手脚 您放心 我不是那样的人 另外 得写字句 是啊 上哪学徒不得写字句 还有 还有 这经手的东西 有值钱的东西 得长眼 慢慢学 学好了以后 咱们竞进真的东西 不竞进那宴品 假货 咱们才能发财呢 这儿学徒可对你没亏吃 所以这儿学徒 可不给钱 就管饭 那我就这意思 管饭就行 我没辙呀 跟上先生一通对付 先生一看行 进来 这儿 写字句 跟卖身器一样 我也甭跟您细说了 写完了 走 跟我见冬家去 逼着头 跟着先生 见冬家 冬家坐在这儿 大模大样 抽着烟 喝着水 冬家 请找个小伙计 抬头 我瞅瞅 牛中 怎么一抬头 跟这牛成章 一碰面 四目相对 嗯 把他那个字句 我看看 江西某县某地 牛中 你十八岁 谁呀 哎呦 这孩子 我怎么瞅着眼熟啊 你是江西 什么地方人呢 某些某地 多大 十八 家里有什么人呢 父母 妹妹 你父亲姓什么 叫什么呀 我爸爸叫牛成章 哎哎哎 先生一听 哎 这哪听来的 冬家就叫牛成章啊 是你嘴里叫的吗 哎哎不要 天下同名同姓之人居多 他的父亲也叫牛成章 我也叫牛成章 死牛成章非比牛成章 不相干呐 你父亲 多多岁是吧 三十九 冬家 您今年我也三十九 你爸爸干嘛去了 我爸爸 三十九 比划什么呀 没敢说 爸爸死了 爸爸死在这 过去怎么回事 他这我爸爸六年前 跟人家经商 没回来 再无音讯 我爸爸丢了 哦 你母呢 我妈正是 正是是你母亲 啊 她又怎么样啊 改掉而去 弃我兄妹于世 心有伯母 将我兄妹拉扯成人呢 若无点书被打妈呀 我跟您说得了 我兄妹二人 找葬身于勾取呀 我们早就死了 哦 六年前你父 从家出去做伤 没回来 你妈改嫁了 这么说 你是我的儿子呀 啊 是吗 牛忠一下站起来了 这先生伙计 直往后退 哗 少爷来了 少爷您跪半天了 累了吧 牛忠当眼泪下了 站起来一把把 牛忠累的怀里头 他说 我就是你六年前 出外做伤 至今未归的爸爸 我是你爹呀 我不敢认他 您怎么会 嗨 我出来 我做伤 我这 这又娶一个 娶一个媳妇 我不知道你妈对你这样 来来来 进后堂 我见你 带你见 哎 你是我儿子牛忠 我原先是卖布的 我那妖狂你会吗 整进了一位卖皮袄的 一伸手牛忠了 把这皮袄拿去了 我给您唱唱这皮袄怎么样 所以家那个皮袄啊 原来是党儿的 不错 起的柳儿 嘿呀 胡多儿的面子吧 不错 瞧完了面 翻过来 你再瞧瞧桶子吧 不错 上街白 灯件黄 底下黑 起个名字 叫三阳开台了吧 甭管是刮多的风 下多的雪 穿上这件皮袄 你在雪地里边睡觉 在冰地里边 冲端去吧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 皮袄暖和 把你给冬天了 是我儿子 会唱的 肯定是我儿子 后堂见后妈 后妈姓姬 女子旁上这个鸡 鸡是 大周朝 您只有个鸡发 鸡唱 哎 就姓这个鸡 见着后妈 别的没敢提 后妈倒挺爱 三十多了 没孩子 一看牛成章 任儿子回来 高兴 这就是我自己养的一样 住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牛成章 每日是闷闷不乐 把当铺里头 一应的规矩 买卖生意 这三个月仔细的 给牛中讲 小孩聪明 虽然不能全都理解 大概其听明白 把先生伙计都找来 这是我儿子牛中 以后这买卖得教他 我这两天心里不痛快 我得回唱江西 渐渐的生身母正式 我得把这事摆着摆着 你们辅佐的他 接着干这买卖 走了东西 您放心吧 您投走 您呢 您等您回来 收着好东西 他走了 他前脚刚走 牛中找后妈来了 买 儿啊 我跟您说点事 你说 我爸爸牛成章 怎么到这儿呢 六年前经商致辞啊 我嫁给你爸爸 开着这档布 买卖一天比一天 好日进抖金 这不你又认来了吗 我跟您说实话 我不敢跟他说呀 六年前我爸爸死了 你爸爸死了 这个牛成章 要不就说呢 长下模样名字 年龄岁数 脾气 秉性 连生活习惯全对 但是我爸爸死了 那会儿我十二 我满记事 我眼丑的 罚送的 那能够有假吗 哟 六年前你爸爸死了 我这六年 这是谁呀 这正说着 就听外面就乱了 牛成章 拽敌人就进来 碰头垢面 破衣阑山 牛中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亲妈正是 再看这牛成章 满面的煞气呀 就着这正式的耳朵 叫摘耳嘛 逼着他这耳朵 你为何要弃我主啊 正式啊正式 我虽然不在了 你可以改嫁 改嫁我不恼啊 为什么货产入囊 把我辛辛苦苦 卖布的这些钱 你都给藏起来 你都给密了 你把钱拿走 也不要紧 你弃我一双儿女 不顾啊 若不是家有从嫂 那小男女要丧身于沟渠 你觉我牛是子嗣 你的一身和人 我恨你不顾啊 一张嘴 康康 他咬了正式一口 正式用手一捂脖子 嗷嗷一嗓子 撕溜 就钻在牛中身后的了 儿啊你要救娘啊 你要救娘啊 母子天性啊 牛中身手 护住了正式 爹爹啊 不必如此 不必如此啊 他这正说的 就在这丈夫里里外外 家里的丫鬟老妈子 使婚吓人 贵上的仙女伙计 来了二三十人 刚开始是不知道 怎么回的事 这会儿一看 赶紧冬天 把前妻给拧来了 现在牛中护着亲娘 大家伙这正瞧着呢 哎呦 鬼 鬼 大人都指牛中啊 牛中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什么鬼 回身再看 正是人没了 踪迹不见 猛回头再看牛成章 牛成章的脸色巨变啊 一跺脚长他一口气 这一声啪 尾一于地化一阵黑气而泛 也是鬼 自此 牛中继承父业 把这档子接过来 成为了巨妇之家 孝顺这个姬氏 就跟亲妈一样 跟毛家 跟妹妹 而且石油往来 后来他回了一趟好家 江西某县某地 就是他妈正式嫁的那家 他找到了 他一问呢 他爸爸带着他亲妈闹那天 正是他亲妈死那天 这一家的人这一天 都瞅见牛成章的样子 都瞅见牛成章来了 这正是江西某厂 牛成章 三十三岁 命早啊 身在鬼伴 六年整 玉子捉妻 再一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